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Hi-Fi 發燒台 今次又到介紹黑膠的時間 我第一張介紹給大家是這張 是來自 The Friends Record Company 簡稱 FRC 這套錄音是來自法國女鋼琴家馬斯瑪亞 演奏德布西鋼琴前奏曲 法國女鋼琴家馬斯瑪亞 被公認是二十世紀前頁最頂尖的鋼琴家之一 是法國鋼琴學派成員 馬斯瑪亞演奏當時被稱為新音樂 例如德布西、普朗克、米曉這些二十世紀初的鋼琴音樂而聞名 巴克都是他的拿手套器 原來他曾經遇見德布西 並且請教德布西怎樣去演繹他的鋼琴前奏曲 可惜他在1958年已經過世 不能夠在立體聲時代留下錄音 我手上這套黑膠就是馬斯瑪亞在1958年的錄音 但不知為何當時已經錄好音 以及唱片公司都已經訂了唱片號碼 叫DF211和212 但最後沒有出版到 今次FRC唱片公司找到唱片的原裝舞帶 使用原裝舞帶將這套黑膠重新發酷 以及全球只推出200套 還有這套黑膠相當昂貴 價錢一套兩張是賣7000元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何賣這麼貴會不會有人賣 我問唱片公司 到現時為止 在香港這個地方已經賣出雙位數字 我真是想不到香港原來有這麼多釋貨之人 要買到這麼貴當然是原因 剛才我所說 他只推出200套 相當之珍貴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原來他做這套黑膠 是找回當年1958年做黑膠 原本當時用的機器和黑碟機 將它全部翻身後製作黑膠 務求做回當時一模一樣的聲音 除了那些機器之外 其實他現在這套黑膠 我這樣拿出來給大家看 他印刷都相當之精美 這個套全部都是手工製作的 大家看到上高這些金色 全部都是凹凸 是燙金形式去製作的 真的相當之精美 根本是用一種藝術品方式去製作 整個套都相當之實正 還有唱片 基本上唱片中間的印刷 這個心也是跟回當年的心一樣 都相當之精美精巧 我也錄了一段音樂給大家聽聽 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馬斯米亞彈奏 德布斯的那種靈氣的感覺 我手上這張黑膠是3D Two Words 是來自加拿大蘇寧女唱作歌手 Tommy Fissami 的最新專輯 其實這張是他第三張個人專輯 這個音樂內容是探討非洲裔美國人的音樂文化根源 這個是三張專輯中的終極之旅 之前那兩張分接有藍色封面的Lambless 另外一張紅色封面的Day Tuned 最後一張就是3D Two Words 而這三張專輯我都相當之喜歡 而三張我最喜歡這張3D Two Words 因為它的音樂節奏相當之強勁 另外那個旋律都相當之好聽易聽 還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我覺得值得向大家推介 另外一樣黑膠質素都相當之好 這個我覺得法師好一定會喜歡 我選了一首Lub Takeover給大家聽聽 希望YouTube的版權限制不要太緊 讓我可以播放多一點給大家聽就好了 這張專輯推出了45轉D Love Box Set 都相當之受歡迎 為何會這麼受歡迎呢? 最主要原因是這張專輯推出了45轉D Love Box Set 都相當之受歡迎 這張黑膠的聲音質素相當之好 另外它推出每一張專輯都是發售必備的專輯 這個Box Set 最近又推出了一套 就是我手上這套 就是Holy Code的Temptation 打開給大家看看 一個很漂亮的Box Set 合合 打開後看到有兩個唱片封套 其實每一個封套裡面都有兩張黑膠 即是說總共有四張45轉黑膠 其實這張Temptation是Holy Code在1995年推出的專輯 他推出這張專輯的概念 其實是向美國傳奇音樂人Tom Waze致敬 所以裏面的作品全部都是Tom Waze所創作的 以及Holy Code唱這張大碟時 那種唱得很特別 它有一個很慢的節奏 甚至拖慢的感覺 原來它的目的就是想聽眾可以聽清楚歌詞的意思 和感覺 所以相當特別的一張專輯 我看到這張專輯 原來是找了Bitter Goldman負責這個制版 我選了一首Falling Down給大家聽聽 最近我發現了一個來自法國的唱片品牌 叫做Alpha 這個唱片品牌原來拿了2020年Grammophone最佳唱片公司 我最主要聽了幾張黑膠 我覺得它的質素相當之好 雖然這些黑膠都說明是數碼錄音 但出來的感覺都相當之analog 而且它的印刷都相當精美 好像我手上這一套寫著Hayden2032 原來是這間公司是一個Hater的項目 想在2032年之前把海頓所有交響曲全部錄 今次這套就是第7套 第7套 第7套有海頓第67號交響曲 第9號交響曲和65號交響曲 另外還有一套是莫扎特的作品 我給大家看看它的包裝印刷真的相當精美 裡面有一本很漂亮的書 插圖都相當漂亮 我都相當認真 我這一套我都稍後錄了一段音樂給大家聽聽 除了剛才說這個海頓之外 另外手上這一個就是莫扎特的安文曲 我覺得值得向大家介紹 這套安文曲最特別之處是兩張黑膠 以及45轉 這也是好聲的保證 所以我都選了一段錄給大家聽聽 我覺得Alpha推出黑膠的聲音質素 是值得向大家分享的 最早正的疫情 超音樂 如果你有看Hi-Fi發燒台的黑膠介紹影片 看到我手上的紙盒上高印著ERC的Loco 相信你都不會覺得陌生 因為之前我都出過一些影片介紹了這間公司的印製黑膠的過程 以及講解了為什麼ERC推出的黑膠會這麼矜貴和賣得這麼忙貴 我今次都不在這裡多說 而我手上這個就是他近期推出一個新的製作 開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新的製作都相當火熱 我看了就知道 其實大家打開之後會看到一個像雪梨子一樣 其實把黑膠包在雪梨子裡 這個其實我先前已經打開了 所以我已經把黑膠在袋子裡拿出來 剛才提到的火熱就是我手上的這張 這個David Ultra拉走貝多芬小提琴的協助谷 因為火熱就是有原因的 我當我在官方網頁看到ERC推出這張黑膠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把那件訊息 發揮到Facebook的Hifi發燒片裡面 當時發揮後 我第二天再上官方網頁看 我已經看到這套碟已經賣光了 幸好當我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向香港代理訂了這張黑膠 所以我這次才可以擁有 因為我知道這套黑膠其實全球都在搶 而香港分到的數量也不多 所以能夠擁有這張黑膠其實相當之幸運 所以我幸好我一早著線機看到它推出 就立即訂了 所以這次我才可以擁有 而且看到這張黑膠我覺得相當高興 不是因為它少所以我覺得高興 我覺得它因為製作認真所以我覺得高興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個專輯之前都很多唱片公司 有推出過issue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特別是現在這個底色 它很多時候之前推出的都是這樣做一個黃色 如果大家細心看 這個是泥黃色來的 其實原版真的是這個泥黃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ERC推出的黑膠 它不單止說那隻碟要做到接近原版 它連封面一些很小的細節 都做到跟原版上次甚至追到很接近 我看到這些認真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我也知道這套黑膠未必人人可以擁有 這次我也錄了少少音樂給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不單止我聽到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聽一聽 這次黑膠分享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分享和訂閱Hi-Fi發燒台 下次見 711-8000大跟4115ote 雙1129 4174 8177 4193 5173 2